主料,西葫芦200克,鸡肉250克,主料,虾皮,醋,盐,葱,酱油,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西葫芦洗净,切成拇指大小的丁,鸡肉选择鸡胸扶肉,也切成大小相似的丁,油热后下葱花枪锅,再放入鸡肉丁边炒片刻,倒入少许姜油炒匀, 放入切好的西葫芦翻炒,倒入少许醋,放虾皮,再倒入一点水蒙一下,让西葫芦,鸡肉和虾皮的味道将固融入,放盐,出锅,烹煸技巧,虾皮含盖量很高,春节也是补盖的最好季节,适合放虾皮的菜云适当的放鲜,营养又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